坐落在北京最繁华的三里屯商圈中 有一个市集每周都会吸引数千人前来赶集 这就是中国大陆目前最成功的有机市集之一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自2009年由几位志愿者举办 如今已经转型成一家拥有固定成员的社会企业 持续帮助中小型有机农户实现公平交易 迄今已经开展市集达四五百场 我们农夫市集的一个价值就是说 创造价值的人应该获取这些价值 谁在创造价值 生产食物的人在创造价值 加工食物的人在创造价值 并不是资本在创造这些东西 也不是互联网在创造这些东西 互联网只是提供一个服务 参与农夫市集的农户有着曾经的都市白领 也有一直以土地为生的农民 在市集中他们的产品也从水果蔬菜 到天然的日用百货不一而足 有机农夫市集中的所有农户 都坚持不使用化肥农药 遇到重病灾害减产 甚至重新种植都时常发生 成本高 风险大 那么卖不出去的菜要怎么办呢 小型农户往往难以负担第三方认证的高昂费用 为了保证有机产品质量 增加消费者与生产者的互信 北京有机农夫市集建立了自己的参与式保障体系 具体时间我大不清楚 反正是需要一个比较漫长的 因为他们工作人员需要我们自己的现场 农庄去了解 然后我们要提交一些很多 一年四季的生态报告 就是种植的每年的种植记录 这个等等的需要一个过程的 然后这个产品出来以后还要拿去化验 世纪上不仅消费者与生产者互动良好 农户之间的交流也十分频繁 时常能听到农户之间交流心得 讨论技术 我们还是 我们觉得就是我们做农夫市集 并不只是为了让大家吃到安全的菜那么简单 因为这个目标其实还不难达成 那我们追求的可能是更复杂的一个目标 所以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消费者 能够愿意去花时间去做这样的了解 参与这样的活动和自己的食物 土地 生产者的关系更近 赵集人常天乐表示 比起农夫市集的壮大 自己更希望能够抛砖引玉 促使社会去反思 我们到底要什么样的生活 所以我们就今年比如说 我们希望能够支持更多的消费者团体 去开展自己的PGS 开展自己的团购工作 来直接跟农户对接 不一定要完全通过农夫市集 我们只是给他们提供这样的一个技术上的支持 就类似这样的 我们希望不是我们做得很大 而是这个森林里面东西很丰富 我们的家庭 我们的家庭 也是这个kraft